您知道是谁发明的《徽州马头墙》的吗? 他为什么要发明《马头墙》? 《马头墙》的作用又是什么呢? 《徽州马头墙》的创始人是明朝洪志年间的何欣 发明距今已经有500多年历史了 《徽州府制》就有记载 何欣是广东惠州人 洪志16年出任了《徽州之府》 何欣当年发明这《徽州马头墙》完全是被逼的 古代《徽州府》各地 地稀人愁 民宅密集 火灾频发 由于《徽州民居》的木结构比较多 一烧就是蔓延一片 没完没了 他的前任之府对此毫无办法 有一次大火之后 何欣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观察探究 猛然间他发现了一个现象 相连着建在一起的房屋一律被烧的金光 但凡是有墙壁相隔着的则截然不同 墙壁可以起到隔断火势的作用 第二天 何欣就下令在《徽州》推行防火墙 每五户居民为一个单元 用砖石砌成高墙 每到第五户居民家 必须将自家的墙机向内缩六寸 让出公共的1.2尺 在这个1.2尺宽的公共地基上砌墙 一直砌上去 高出污蔑 即成为防火墙 之间的那几户必须出资买砖石 或者出劳动力 根据文献记载 仅仅一个月内 徽州城共筑起了数千道防火墙 当一场火灾再起 老百姓发现火灾不越五家而止时 终于明白了知府大人的良苦用心 从此 徽州码头墙便一直在古徽州盛行 从五户一宝发展到一户一宝 家家户户都有码头墙 一份词 为了知府大人的高尚